我們摸鼻子 摸手指 摸鼻子 摸手指 摸鼻子 摸手指 如果旁邊有人可以摸別人手指 就更準 你摸的時候 如果他摸的時候是這樣子 找不到 點不到 或者怎麼樣的話 你要小心 這個有可能也是 歡迎來到如果雲知道 高年級生的大小 是問凱雲就知道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的時候 頭暈好不舒服 更可怕的是 暈到天旋地轉 甚至還不舒服到吐 不要以為這很少 全台灣有暈眩症的人 大約有10% 到了40歲沒有很老 居然佔了40% 年紀越來越大 到了70歲以上 陳醫師 很多人就是因為暈眩來找你們 對啊 其實我想凱雲姐 你有暈過嘛對不對 包括我自己 我也曾經暈眩過 對啊 可是當然暈眩這種東西 可大可小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前一陣子 我看到一個80幾歲的太太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慢性病 他就覺得暈啊等等那一些 剛好也是天氣變化等等那一些 然後家屬說你暈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可能感冒啊等等那一些嘛 好像很正常 可是休息一下之後 他起來說覺得 手卡卡 看東西有點模糊 甚至於後來我們檢查其實他有故事 然後他真的是不對 家屬就馬上送來 送來之後我們檢查完之後 其實發現他真的中風 中風位置是在小腦那一部分 所以影響到就是類似一些協調感啊 等等那一些 或者影響到這個視野等等 所以很多年紀大的高年級生覺得 沒關係啊 我暈著暈著好像也習慣了 又沒事不用去理他 不是這樣喔 哇那這樣是不是 我們家裡頭的高年級生 一暈我們就要拉緊報趕 送去醫院啦 怕會中風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啊 如果是的話我想 醫院就很麻煩了 超多人的 超多人的 這樣子 其實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也是一個八十幾歲 他那個阿姨就是他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長期慢性的暈眩 他從小姐的時候就開始有暈的症狀 對然後當然這次他也是因為天氣嘛 我們知道這幾天天氣突然冷了 對 很嚴重 他說睡覺說得不然就是眼睛要張開的時候 天旋遞轉 東西在動 他眼睛閉起來還是在轉 然後他說眼睛 只要眼睛張開要動 不管哪一個方向 他就 馬上就有吐 對吐到他真的沒辦法扶啊 等等那一些 然後他就大喊 就跟他兒子講 我中風啊 我中風啊 結果他真的送來 你至少自己會這個喊救命這樣 對 自己會喊救命 說我中風 我中風啊 他就送來急診 那急診我們檢查完之後 其實他沒有中風 他這時候我們講一個屬於一個 周邊性的暈眩 特別我們講是一個 前庭神經元 那部分的問題 所以他的暈眩的症狀 就很獨特就是 睡覺睡到一半 眼睛要張開或者半張的時候 覺得東西在轉 而且頭不管轉哪一個方向 都在轉 他就暈 所以喔 真的是 你真的不確認自己是不是一個 暈眩是不是有問題來講的話 當然還是找醫生會比較好的 但是我在想啊 因為大家會非常緊張 當家裡頭的高年級症 或自己覺得暈得很不舒服 也擔心會中風 對 有沒有什麼很簡單的方式 我們可以在家幫自己檢查 或者說我們幫我們自己 家裡頭的長輩來檢查一下 當然有啊 其實我們最常推就是 FAST嘛 就是我們講就是 微笑 舉手 看能不能微笑是不是 對 兩邊嘴角有沒有對稱 微笑 有的時候如果有一邊掉下來 就比較有可能是中風 然後舉手 手舉不起來 兩隻手一起舉 如果有一隻 掉下去 舉手沒有辦法舉的嘛 說你好 我們講得很清楚 是 有點大舌頭講話韓虎 對 其實這個就可能 其中一個有的話 有可能就是一個中風的前兆 好 除此以外 比如說我們小腦後腦循環那些 我們可以做什麼檢測 其實簡單來講 自己可以做的話 就是你盯著自己手指 盯著手指 會不會一隻手指變成兩隻手指 喔 已經看不清楚了 有複視 對 有複視 或者旁邊的人幫你看的時候 你的手指在動的時候 你的眼球是不是跟著動 了解 所以我們這個一指神功 不是只有放在前面 還要往右邊移動 左右兩邊 如果他眼球有一個動得比較快 一個動得比較慢 小心喔 這是有可能是 腦部裡有受損喔 第三招也是一指神功 這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摸鼻子摸手指 摸鼻子摸手指 摸鼻子摸手指 對 摸鼻子 最後如果旁邊有人 可以摸別人手指就更準 為什麼這樣 你摸的時候 如果他摸的時候是這樣子 找不到 找不到 點不到 或者怎麼樣的話 你要小心 這個有可能也是小腦出問題 為什麼啊 為什麼會點不到 是因為那個地方 因為他小腦的協調感 就會影響到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sign 告訴你說 有可能腦部出現一些問題 今天陳醫師叫我們三招 非常實用 第一個呢 是微笑舉手說嗨 是嗎 對 微笑舉手說你好 第一個微笑是 你仔細看一下 兩邊看鏡子喔 兩邊有沒有 一邊是不對稱的 比方它會掉下來 再來手往上舉 要舉跟大家招招手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手沒力 如果是的話呢 就跟中風比較有關 再來 要說你好 說嗨的時候 如果講話講不清楚 像寒乳蛋一樣 也可能是中風 這個是第一招 微笑舉手說你好 那麼第二招呢 我們說的一指神功 手比出來之後 你仔細的盯著它看 有沒有一根手指頭 變成兩根或者三根 除了盯著它看之外 往右邊移 然後眼神跟著它走 往左邊移 眼神也跟著它走 這個時候你的親友 可以幫你看一下 如果兩個眼睛沒有 都跟著這隻手移動 有一隻可能 比較慢一點點 也是要注意的 再來第三個呢 就要動到你的另一根手了 你比上你的鼻子 然後再去找這個手指頭 比鼻子再找手指頭 如果比不到鼻子 好 找不到手指頭 這些都是要趕快去找醫生的警訊 所以這三個檢測 自己幫一家人 簡單檢測中了一個 其實就趕快送醫院了吧 是 沒錯 對 好 那我們提到暈眩 其實暈眩的原因 很多才會 占了10%的人 都曾經有暈眩的狀況 對 主要有兩大類 對 就包括了像周邊形 跟中梳形 陳醫師你幫我們說一下 周邊形哪一些情況容易發生 你看喔 跟耳朵有關 對 也跟瓶血啦 吃藥有關喔 對 我想最常見的暈眩 應該是屬於周邊形的暈眩 大概八九層都是周邊暈眩 所以剛剛提到過那個太太 就是說 躺著那邊就有天旋地轉 對 沒有方向它就是轉會突 另外一個是耳食脫落 它就是一個方向的時候 特別容易就是暈啊 只要瞧症了 我們可以 大家有可能會聽過 耳食腹位數 有有有 對 腹位完之後 它症狀就會改善 甚至我們可以 教它一些復健的方式 其實跟耳食腹位數很類似 讓它的石頭 自己可以慢慢滾回去 該有的位置 這個屬於一個周邊性的暈眩 是 其實另外一種 我們講中梳性的暈眩 就是我們講 類似中風的現象 這種其實大部分 都是年紀比較大 會有三高的病人 特別三高 曾經過去曾經有中風病史 比如說它 顱內血管比較狹窄 或者我們講 椎底動脈比較狹窄的病人 血管硬化了 如果 我們講冬天比較容易嘛 血管收收 可是夏天的時候呢 其實暈眩人也不少 為什麼 水喝的不夠 就是我們這邊 第九個說到的脫水啊 脫水的現象 脫水的現象就是 血的循環就不夠 粘稠度也會比較高 有些時候 腦部的供應量 血流量不夠的時候 它會有類似我們講中梳型的 暈眩的狀況 當你早點去醫院去補充水分 等等那一些 在還沒症的方式 中風之前去處理 也許是會是個好的結果 也就是所謂的中梳型暈眩 這一些 基本上跟我們的 血管比較有關 也跟中風之間的 關聯性更高了 差一步可能就變成中風 所以你看危險因子 血液比較濃稠啦 或者是腦動脈硬化 然後椎底動脈血流不足 也就是說心血管方面 三高的問題比較多 沒錯 等等的 然後姿勢性低血壓 姿勢性 其實我們知道說 心臟病或者三高的病人 都會用了一些 什麼叫 降血壓的藥 降血壓其實最怕一個就是 你吃了之後 因為它會讓血管擴張 很容易的血都會在身體下翻譜 所以很多時候 你一起來 做久了的時候一起來 幾秒鐘會晃晃的 甚至於晃的程度 比較嚴重的時候 聲就會跌倒 另外一個其實 用了藥的老人家 特別你早上起床 對 特別天氣冷的時候 千萬千萬千萬 不要馬上跳起來 一定要 在床邊坐一下 對 再慢慢 手搓一搓是不是 對 再起來 會比較好 避免姿勢性低血壓 沒錯 醫師 那有暈眩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去看醫生啊 其實 比如說有危險因子的 三高的老人家 對 或者曾經有中風啊 或是心血管 那些其實都要注意 特別差這次的暈眩 如果跟以前的暈眩 是不一樣的 或者我剛剛講的 那三高其中一個 是有問題的 我想這個就不要猶豫了 還是到急診 讓急診的醫師 幫你評斷看看 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 中樞性的暈眩 暈眩的原因真的很多耶 不要想說 暈著暈著習慣了 就把它放在旁邊 其實跟你背後的原因有關 把它給找出來 就可以幫你解決 有的時候是用藥 那像耳食的話 就是耳食副位數等等的 如果說大家放著不管 可能不太敢出門 然後也覺得不舒服 也不想走出門 這會影響到大家的社交 沒錯 然後也會影響到 可能接下來 比較容易罹患失智等等的 所以千萬不要輕忽暈眩 記得找出原因 然後把它解決掉 這樣才可以有美好生活 沒錯 我們謝謝錢醫師到現場囉 謝謝 如果雲知道 高年級生的大小事 問凱雲就知道 大家還想知道什麼議題 在留言處 把你想知道的議題留上來 那麼凱雲會請專家 來跟大家一起聊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